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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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又在我老板介紹美食的時候 今天去了哪裏 天下第一大方會 剛剛跑完馬 今天大家有沒有斬鑊 今天去吃一間潮汕牛肉 當然我不在地鐵站走過來 大家都知道我住這區 地鐵站C2出口穿過來也很近 其實我一轉彎大家會看到 大家看看街市現在收了 但現在是7時半 所以現在開始 人們不會買太晚了 很早就已經收了 明天又是假期 C2出口就在左手邊 直走過來就已經是了 今次這間店叫做輝仔那條 那天走過 我看到一些食物都不錯 不過沒有去試 因為我們吃了其他東西 已經到了 輝仔潮汕那條 進去坐下來再跟大家慢慢聊 進去坐下 這間輝仔潮汕那條 連結時間是7am至9pm 它有早餐 早上7點至11點已經有早餐 另外還有小食 最後就是有餐 A的傳統潮汕那條 傳統潮汕牛肉那條 以及金牌牛三寶那條 還有一些淨食和粉麵 我們先看看是甚麼 看完之後 看老婆已經在畫中 再跟大家慢慢聊 看看我們點了甚麼 一個A餐傳統潮汕那條 一個B餐傳統潮汕牛肉那條 接著要了一個頂級麥軟右面 再點了薄殼豬肉丸米粉 還有一個淨馬膠軟 潮汕蝦棗 花枝軟 以及兩枝椰 凍菊普梨 以及鴨士香烏龍茶 我們先等到這裡 再跟大家慢慢聊 這個是頂級麥軟右面 價錢42元 一碗其實都是用外賣碗的 筷子和羹全部都是用外賣的 我相信他不想再找人請一個洗碗 因為洗碗始終覺得是一個成本 首先說說麵 這個麵是一個很普通的類似車仔麵 有麵麵餅的樣子 它的蛋味也不足夠 但是很爽身 這個像什麼呢 貼酒樓拿來做肉絲炒麵的麵餅 相類似 因為它的蛋味不算太強 但是很紮實很嚴硬 這個麥軟的質素也不錯 當然它沒有什麼麥魚粒 但是咬下去也很淡 所以這個麥軟我覺得不錯 42元這碗東西有4粒麥軟和1個麵 這麼大碗湯 我覺得不錯 但是湯底來說 我覺得它比較淡 不屬於有湯頭味的感覺 雞粉也未必有 所以這個相對來說 可以說很健康的 但是你問我來說 我就覺得比較淡味 比較麻煩 它這裡有芹菜、榨酸、菜 都很多 這個都放了幾條生菜 所以不差 這碗東西42元也很划算 而且挺好吃的 這碗是傳統朝鮮牛肉果條 價錢68元 屬於王牌B餐 裡面包括有鮮牛肉 五香牛腩碎和牛肉丸 其實不只這麼少 還有藍衣位 一塊牛筋一塊 還有類似牛腩的物體 最好吃的 最嚴韌彈牙就是這塊 牛肉味、香味和嚴韌度 都全部足夠 其次我覺得最好吃就是那塊 藍衣 不過原來只有一塊 我已經吃了 接下來都是比較好吃的 這個是牛腩 牛腩它給了一條 但是牛腩碎真的挺好吃的 肉味夠濃 也有少少藍衣位 咬下去它有趙頭得來 很容易咬開 還有少少煙韌度 不會太瘦太乾太柴 牛肉味也夠 接下來就是牛肉 牛肉也有兩三片 這個是有點像牛肉桌裡的牛腩肉 是比較普通 不過肉味也夠濃 那你問我有沒有潮山牛肉 我最喜歡吃的釣龍 那些那麼好吃 那當然沒有 但是我也挺欣賞 因為它本身肉味也夠濃 但是你問是否很厲害 那一隻就不是 牛筋相信老公最喜歡 我咬了一段 這個是爽筋 它不算太軟 就是我咬的那一段 類似這條邊位 有嚼韌度 而且質感不錯 但是都要用少少力去咬開 反而我覺得牛腩它夠大顆 它看起來好像牛筋軟 但是吃起來 就沒有我在深圳買的潮山牛肉 那麼彈牙 還有那麼有肉味 這幾樣材料當中比較淡味 河粉也不算太薄 它是夠厚的 但是起碼咬下去也有嚼韌度 而且很滑 這一點也挺欣賞 不是說浸完湯之後 或者煮完之後 又容易碎 又斷開 這個質感也挺好吃的 那份量都給得夠多 至於湯底 我試了老公的碗 它是比較淡的 這個可能加了這麼多牛肉的材料 在裡面 還有湯底都沒有老公的碗那麼淺色 你看看 它是比較啡啡黃黃的 喝下去也有一些牛肉的香味 但是不是很厲害那種 我覺得已經很好合格 因為夠熱 而且它都配了幾條糖生菜 至於那些配料 唐芹 芫荽 炸蒜 還有蔥粒 它也有味道 是算挺好吃的 一碗可粉 我都明白的 因為材料貴 那麼值不值呢 我都覺得OK的 算是值得點來試一下 接著講講這個傳統潮傘果條A 裡面是包含魚蛋、魚片、紮肉、魚皮餃 以及豬肉碎 哇 這個看起來很多東西 價錢更便宜 65元 因為為什麼會便宜一點呢 第一牛肉是會貴一點的 魚蛋、魚片這些一定是便宜一點的 這碗食物的份量不少 紮肉 至少有三塊 魚片也有三塊 魚蛋就兩粒 魚皮餃有四隻這麼多 肉碎不是太多 你看看 都有一隻瓷筋 但是這個湯底好喝很多 因為可能它的肉味 落了湯底裡 所以這碗食物是很好吃的 所以這碗湯底是很甜的 可粉來說不需要再說了 因為為什麼呢 跟剛才老婆第一次介紹那碗 傳統潮傘牛肉 那條的口感一模一樣 至於它有些花椒碎在這裡 你看看 看不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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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看 看不看 它很有趣的 有一點點辣辣的 香香的感覺 在湯底裡 所以這個湯底特別有趣 再說一說 這個炸肉是潮傘的炸肉 所以不像越南炸肉一樣 這個味道有點像火腿 另外魚蛋當然也是普通的白魚蛋 這個口感是不錯 而且很彈牙 魚皮餃來講 這隻就是潮傘的魚皮餃 不像普通的魚皮餃 裡面都是一些肉 但是這個魚皮餃的皮 我覺得挺欣賞 因為潮傘的魚皮餃 皮是特別滑滑滑滑的好吃的 另外魚片就比較普通 看到嗎 肉碎 肉碎來說調味不算調得很厲害 肉碎也夠滑 不屬於蟹厚的 所以整體上這碗魚 雖然便宜點65元 但是材料很多 和可粉也很多 最重要是什麼 湯也夠熱 當然我們放進去 當然會冷一點 但是認真不錯 這碗是薄殼豬肉丸 今次我要了米粉 價錢39元 它寫明是季節限定 其實不一定有的 今天很幸運 居然犧牲了一個豬肚丸 因為它已經受慶了 但是叫一個薄殼豬肉丸 幸運也有 不然兩樣都沒有 真的有點失望 說一下豬肉丸的口感 這個薄殼豬肉丸 和豬肚丸的蛋牙口感 我以前買過來吃的 都很厲害 鮮味我覺得這個比較突出 豬肚丸有胡椒味 但是鮮味沒有薄殼豬肉丸 很突出 因為始終薄殼也是一種海鮮的味道 你問是不是很鹹香那種 它又不是很誇張 不過吃下去 就不僅吃到有豬肉的鮮味 還吃到有其他海鮮的鮮味 蛋牙的口感我就覺得相當不錯 它可以比味道豬肚丸 就比我剛才吃到這個潮傘牛丸 體積相約 一碗裏面有四粒 米粉底也加了幾條糖生菜 不過可能湯比較熱的關係 所以已經變成不是青綠 是有少少大黃色的 賣相沒有味觀 但是吃下去也差不多 另外就要讚一下澱粉紅主角 今次我買了米粉 我覺得很容易接受 因為它很夠爽滑 又爽又滑 我都給了一口老公試 好不好吃 這個挺好吃的 米粉你知我不是那麼好 但是這個有點像粉絲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不錯 份量它都比得相當多 所以我覺得吃起來 都很滿足 很有口感 還有湯夠熱特別好吃 配料一樣 是加了芫荽、蔥、炸蒜、糖芹等等 另外湯底 就跟老公剛才頭頭的碗 麥圓麵的碗湯底差不多 所以我覺得這碗季節限定的薄荷豬肉丸米粉 真的值得一試 很好吃 這個叫做靜馬膠魚丸 價錢45元 一碗有6粒 其實你問我 馬膠魚丸 我的感覺就是 在荃灣的牛頂記 馬膠魚丸 是令我念念不忘 很好吃 很棒 但是來到的時候 這個 你問我是不是馬膠魚丸 它的味道 是跟魚丸有少許分別的 但是問我是不是馬膠魚丸的味道 未必是 這個是現成的魚丸 是可以的 叫做漂亮一點點 但是它都彈牙 綠得很好 當然 只吃6粒就45元 這個價錢就相對會貴一點點 跟一本有可粉那些 那些會比較划算 這個就覺得相對 因為不是我想像中的那種馬膠魚丸 我就會覺得它比較貴一點 小食類它總共有四款 我們點了兩款 鏡頭面前看到那款是炸花之丸 有四粒和六粒 今次我們點了四粒 價錢25元 炸完的效果都相當不錯 和我喜歡吃的潮龍丸都不相伯仲 那個油脂感不是太厲害 它迫油的功夫都做得不錯 炸完之後的大小 暫時攤冷了都沒有改變 但是剛剛拿到上桌的時候 都不覺得長得很厲害 證明夠麥魚丸 算是真材實料 沒有加太多粉漿下去 它也沒有剪開十字來炸 其實它炸麥的功夫都做得相當好 因為一般趕時間 或者炸得不夠透 都會在中間割一個十字花 這個是圓粒炸的 今次的麥丸跟我剛才吃的麥丸麵 差無記 它有麥魚粒 不過不是非常彈牙 鮮味也不是太突出 但是炸麥的效果真的相當好 吃到有焦香味 但你問我是否取得很重要的那種 它就不是 不過起碼有炸完之後的香味 油也採用得很漂亮 應該不會翻炸過很多次的那種 有益味的那種 墊底也要有一片糖生菜 用來鎖油 拿開也不算太多油光 正正常上我覺得炸出來的效果 都算是合格以上很多分 最後它也配了一碟吉仔汁給你 這個是潮汕特色的醬汁 甜甜的好像蜜糖那樣的味道 點些炸麥一起吃 是份外令到炸麥的鮮味和調味更加突出 和提升 所以這個吉仔汁就等於你去燒雞翼了 燒雞翼再塗一些蜜糖下去再燒 你就會覺得雞翼更加份外好吃 一模一樣 這個是潮汕蝦棗 一碟有6粒 價錢$38 這個蝦棗來到的時候 做得很漂亮 你看看 它有浸皮包著在面 當然浸皮不是很厚 有點像炸腐皮卷的感覺 你看看嗎 裡面的蝦很彈牙 有些麻蹄在裡面 6粒的尺寸都不小 而且剛才老婆說了 它的油不會翻炸再翻炸 有油溢味的感覺 所以這個就是很香 而且吃下去不會覺得很厚 因為起碼它沒有油溢味 另外蝦的質素也不錯 帶牙 所以認真不錯 加上它也是有碟吉仔汁 當然它不會給我們兩碟 一碟夠的 這些不要浪費別人的東西 因為其實這些都是點小小 不是釀放在粒丸裡的 因為這些成本也不便宜 我買過一支也挺貴的 所以這次這兩個炸物 我都覺得認真不錯 好 你的美人照鏡 老婆還有一支茶喝完 就完了 你看這些東西吃完了 接著就說說最後總食評 這間輝仔潮山果條 野食質素又好又不好 當然這些炸物很好吃 包括潮山蝦棗和花枝丸 這兩樣東西是做得不錯的 另外薄殼豬肉丸也不差 這裡地方位置比較小 因為只有幾張桌子 始終小店經營和他們新開張 我們現在都坐到別人收工 我們都不阻礙別人太久了 說完快快收走 今天總共吃了340元 當然潮山野一定價錢會比較貴 那你說是不是很貴 又不需要很貴 因為有一些是拼盤的果條 果條即是類似河粉 還有這裡有很多人買外賣 買那些丸 拿走 很多很多人 經常這樣說 還有沒有牛肉丸 買完了 所以這一個我覺得都不錯 其餘東西等老婆講講 剛才老公讚了三樣食物 其實他讚留了一樣 他最喜歡吃的魚皮餃都很好吃 還有我覺得這裡的招呼服務很好 他都會介紹什麼出色 什麼好吃給客人 還有這裡的醬汁 我覺得他都比得足 想不到吃炸物有吉仔汁 很多地方都是給一些泰式雞醬 這裡居然是有吉仔汁 還有潮汁的吉仔汁 不是那麼容易買到 這裡都拿到貨 我覺得都相當不錯 那至於講完食物 飲品方面 我覺得那兩瓶特別炮製的茶 其實都很好喝 因為我自己喝的那瓶 就是冰菊普利 它的菊花味都很濃 普利味也足夠 剛剛取得平衡也夠冷 而且我覺得都算很大 價錢呢 因為我有點粉麵 所以他都是收我9元一瓶 我覺得很划算 至於老公叫那瓶 鴨屎香烏龍茶 我覺得鴨屎香的味道很突出 烏龍茶也有 他調配這兩種茶都很好喝 也是收9元一瓶 整體上他都會有些特別的飲品 也不是只有汽水那些飲品給你叫 而且它冷得夠冰凍 所以喝起來都很舒服 至於剛才提及的薄殼豬肉丸 寫明季節限定 雖然我們吃不到豬肚丸 吃這個薄殼豬肉丸都相當滿意 如果說丸類來說 剛才老公也說過 有些是荃灣牛頂記出色一點 有些是這一間出色一點 我覺得正正常常 你問我是不是很有驚喜 他就不是 但是都叫做不過不失 接近9點的時候 他都有一些特別的軟 讓你試到都算是不錯的 我聽到他說下單 都是下到8點半左右 廚房已經收拾了 還有在做清潔 其餘剛才說很多人來叫外賣 其實不止的 有些人都想8點半之後再進來 但已經不再下單做生意了 所以如果有興趣來試的客人 就麻煩要8點半之前早點來試 位置環境 其實老公都拍了給你看 我不再多說了 服務都剛剛賺了 我今天說的就是這麼多 喜歡看我的影片的話 訂閱讚好分享留言 多謝大家支持 拜拜 拜拜 笑 收音一下 點名 好 看 那